我们看下这个题目 某样学研究者想了解女生有福保健食品的比率 最近也有人做了类似的调查 100位中有20位有福保健食品 她想要达到信心水准为95% 而误差在2%以内 则她需要抽样多少样本 首先我们根据提议得知 这p hat就等于1百分之20 那么这等于0.2 抽样误差1 这等于百分之2 那么这等于0.02 因此呢 这n就等于 这是2乘以根号 这是p hat乘以1减p hat 然后除以1 再取平方 那么我们带进来 这是2乘以根号 这是0.2 去乘以0.8 然后再除以 这是0.02 那么过号 这取平方 所以呢我们经过计算 我们可以算出 这答案是1600 这个答案 因此呢 它是需要抽样 这1600人 这么多个样本 这个答案 就算了 这一步 这一步 就是